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挑战性的议题, 中国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如何弥合高能耗AI模型与高效人脑之间的差距。 他们模拟了一种模仿人脑神经元行为的AI模型, 不依赖规基础理器,却实现了卓越的计算能力。 这项研究标志着AI发展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可能促使我们探索不依赖规芯片的计算解决方案, 并将神经科学的动态纳入AI模型, 为未来的AI系统带来全新可能。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本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项可能彻底改变人工智能、AI领域的新研究。 这项研究由中国的科学家们主导, 旨在探索如何通过模拟人脑神经元的行为, 来克服现有AI模型在能耗和计算能力上的限制。 这篇研究发表在《自然计算科学》期刊上备受业界瞩目。 研究团队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和北京大学, 核心成员包括李国琪、徐波和田永红。 他们的工作表明, 通过模仿大脑中神经元的复杂信号传递行为, 不依赖于传统的规机处理器, 也能实现相当甚至更高效的计算能力。 这个发现不仅解决了当前AI发展中的能源消耗问题, 还可能在未来引领新的计算架构和硬件设计。 目前的AI模型, 尤其是那些大规模神经网络, 往往消耗大量能源和计算资源, 且可解释性较差。 相比之下, 人类大脑虽然拥有大约1000亿个神经元合约, 100万亿个突出连接, 但其功率消耗仅约为20瓦。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经济的计算系统。 研究人员指出, 大脑的神经元不仅数量庞大, 而且每个神经元的行为和连接方式都极为复杂, 这种多样性远远超出了现有AI模型的能力。 研究团队利用1952年由神经学家艾伦·霍奇金和安德鲁·赫克斯利提出的数学模型, 构建了一个由四个漏积分发火神经元组成的神经网络。 他们通过一系列理论证明和模拟, 成功再现了单个霍奇金·赫克斯利神经元的行为。 令人瞩目的是, 他们的方法不仅在性能上没有任何损失, 反而将处理速度提高了一倍, 同时将内存使用量减少了四倍。 这一实验结果表明, 这种内在复杂性的模型在处理复杂任务时是有效且可靠的, 为将神经科学的动态纳入AI提供了新的思路。 该研究的联合作者李国奇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 这一创新方法可能为优化AI模型的实际应用铺平道路, 特别是在性能和能耗方面。 李国奇强调, 这项研究不仅展示了内在复杂性模型的潜力, 还激发了对超越规机计算的硬件探索。 加州大学电器和计算机工程助理教授杰森·埃什拉吉安在同一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中也提到, 通过重新审视和深化神经科学与AI之间的联系, 我们可能会发现构建更高效、更强大、甚至更累脑AI系统的新方法。 这一研究不仅在理论和实验层面取得了突破, 还在实际应用上展示了前景。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在今年6月标志着另一重要的AI里程碑, 他们与瑞士公司SynSense合作推出了SPEC一款集成动态视觉传感器的类脑神经形态芯片。 SPEC在实际任务中的准确性提高了9%,而平均功耗降低了60%.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项研究无疑是AI领域的一个革命性进展。 首先,从技术角度来看,这种模拟人脑神经元行为的方法突破了传统硅基芯片的限制, 为未来开发更高效、更节能的AI系统提供了新的思路。 其次,从能源和环境角度来看,当前AI模型的高能耗问题一直是业界关注的焦点, 而这种新方法显然可以大幅降低AI系统的能耗, 从而对环保带来积极影响。 此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 这项研究重新连接了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两个领域, 为未来跨学科的合作和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通过深入理解和模拟大脑的工作原理, AI研究人员可以开发出更接近人类智慧的系统。 这不仅在技术层面带来了创新, 还可能在哲学和伦理层面引发关于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关系的新讨论。 总之,这项研究不仅展示了理论上的创新性和实际应用上的可行性, 还为未来AI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通过进一步探索人脑的工作原理, 并将其应用于AI系统, 我们有望开发出更高效、更智能、更节能的计算模型。 这一研究,无疑将在未来的AI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感谢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深入探索。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我是楚天书。 今天要谈的是中国最新的人工智能研究。 这些研究人员模拟出了更接近人脑的AI模型, 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会看到更智能、更高效的AI系统, 甚至能够模仿人脑的运作方式。 这种进步不仅能减少高耗能计算的需求, 还能让AI更接近人类的智慧。 你能想象吗? AI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数字计算, 而是真正能理解和适应我们的需求。 这简直就是科幻成真啊。 啊,楚天书,你这简直是科幻爱好者的狂欢啊。 我是谢琪琪,来给大家泼点冷水。 你谈到的这些突破,听起来很美好, 但我们要记住,这只是实验室里的理论模型。 实际应用中有太多变数要考虑。 别忘了,1952年霍奇金和赫克斯利的模型 已经存在了将近70年, 早就有人试图将其应用于AI, 但大多以失败告终。 还有,这些类脑模型真的能达到人脑的复杂性吗? 人脑有一千亿个神经元, 这些模型呢? 四个漏积分,发火神经元。 这样的比较未免有点猴子跟人比谁数学好吧? 谢琪琪, 你这话听起来像极了19世纪那些认为 飞机不可能飞起来的怀疑论者。 是的,人脑有一千亿个神经元, 但正如李国琪所说, 他们的创新方法已经将处理速度提高了一倍, 内存使用量减少四倍。 这才刚刚开始。 你知道吗? 像这样的小步骤才能最终达到大飞跃。 别忘了,早期的计算机也曾经庞然大悟, 只能做简单计算, 但今天我们每个人兜里都揣着 比阿波罗登月计划的计算机强大百倍的智能手机。 谁说四个神经元不能成为一千亿的开端呢? 哎呀,楚天说,你这可真是乐观地让我羡慕啊。 但别忘了,飞机是基于物理学的突破, 而这里我们谈的是类比生物学的复杂性。 你提到的Spec芯片,确实功耗降低了60%, 任务准确性提高了9%,听起来不错, 但这些数据在实际大规模应用中能维持吗? 你知道吗?当年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 人们也以为很快就能解释所有天体运行, 但后来出现的混沌理论告诉我们, 复杂系统中一些小变化可能会导致巨大差异。 AI领域的这些所谓突破, 真的能经得起现实世界的考验吗? 还是会像混沌理论中的蝴蝶效应那样, 打个哈欠就把模型搞得一团糟? 哼,谢其其,你这比喻还真有趣。 没错,现实世界确实充满不确定性, 但这正是科学精神的核心所在, 不断尝试,不断改进。 我们不能因为可能的失败就放弃探索。 李国琪和他的团队已经展示了初步的成功,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再说了,科学史上有多少伟大的发现, 都是在无数次失败中诞生的。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研究人员能够在未来真正实现低耗能、 高效能的AI,这将带来多大的社会变革。 这可不是简单的技术进步,而是人类智慧的延伸。 你不觉得这很令人兴奋吗? 楚天书,没错,科学需要无谓的探索精神, 但也需要脚踏实地。 你所谓的伟大变革,可能还需要很多年, 甚至几十年的研究和验证。 我们必须限时点,不能因为一些初步的实验, 结果就过度乐观。 就像当年的冷剧变实验, 把大家激动得不行,结果呢? 希望破灭,投资打水漂? 现在谈这些累脑AI, 只是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可能性上。 现实是,我们需要更切实的技术进步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科幻般的梦想。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读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 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读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读世界网址是六读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